我是土海霞 是帆埔的创始人之一 那我是2014年从北京来到了我们这个崇州 这八年的时间 其实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做的叫帆埔生活圈 八年的时间我们从帆埔农场陆续的话 已经做到了这个七个基地了 这七个基地中间有从我们的教育文创 然后研学包括民宿 这些不同的业态都会在这个生活圈里边有所展现 选择这个行业应该是叫做我们还很荣幸 踏入了美丽乡村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践行者吧 因为这些年就是国家对整个美丽乡村的 这个发展和力度也蛮大的 我们是2014年踏入之后的话呢 一直是在这个乡村文理过程中间在探索 反埔也是像我的第三个孩子一样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像当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一天地在成长 它从一点点一开始的农场 到慢慢地我们一个一个基地的增加 再到去年和今年这两年的话 我们也在做全国的这个发扑农场的输出和复制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 这是年轻松的农场 也在做全国的区域